台股鼠年方官行 收在15802.40點 過年期間雖然休市 但國際資金熱潮可沒停下來 美股三大指數創下介入 日經指數也首度漲破3萬點 台股17號開盤 市場高度期待 是應該要反應 所以你說金牛年 有沒有機會挑戰2萬點 從這個年初的態勢來看 是很有這樣的動作 過年期間 費城半導體大局走高 帶動台積電ADR股價 同步飆涨8% 收在138.06美元 換算現貨價783塊新台幣 以台積電現行股價632元計算 還有23% 將近150元的溢價空間 此外 台灣指數期貨在美國股市掛牌ETF 封關期間也上漲3.3% 代表紅盤日 台股有機會一口氣上攻 300到500點 摩根市單利花旗還求 野村證券預測 台股有五大利多 有望跟漲 國際股市的亮麗表現 美國通過紓困案 熱錢加碼新興市場 統計也顯示 台股近15年 在過年之後的表現 普遍漲多於跌 也就是說如果疫情沒有擴大 疫苗的效應是非常的好 那所有公司的營收 都回到正常不同道 當然今年 再往上衝的力量是很夠 因為錢還是這麼多 交易量還是相當的大 至於金牛年 哪些金基母可以留意 分析是看好近期油價上揚 有助低基期的塑化產業 原物料族群 此外金融庫航運 半導體也都有成長空間 比特幣持續創新高 可能帶動高效運算需求 都讓今年股市 可以說是話題不斷 新台記事室 從台灣台北報導